乃是得往生净土的大利益当中 慢慢引导你发菩提心 这个法门是让所有人 以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学大圣法门 净土法门藏这一份非常妙 就是说下手容易 但内涵却是大圣菩萨道 而且走向的是就近实相 所以它叫做三根种被 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包括现在很多弘扬 就是把这个念火里面的善巧也都忽略了 所以我以你最简单的想要离苦得乐的心 但我就跟你讲 你想要离苦得乐 你应该要发菩提心 还有你要厌离所佛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到这里就停住了 发菩提心就发一个上求下话 那就没了 那厌离所佛讨厌讨厌就 他也厌不来 你能厌离什么 因为你没智慧 你能厌离的就是你原来就讨厌的 你爱的你不会讨厌 为什么你觉得爱 因为你没有眼光看到它不究竟 那念火法门就告诉你怎么样 要厌离 然后要厌离 要心上净土 好那我现在开始 从这个大原则当中教你怎么厌离 当你不断在厌离的时候 就学到什么 波折智慧 学到自觉 学到觉悟 你要知道 念火法门 这个厌离很重要 那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谈 就是只要靠感性厌离 其实厌不了 就是我刚才讲了 这个汉山大师讲的 边念火 边生死根听掌 就是表示他的厌离不彻底 那我们必须要 现在主持大德 你想不想往生 想 世间苦不苦 苦 想往生 好 那你就要好好念 怎么念 找你的爱根 生死根 利用先以欲勾签 然后告诉你 现在要开始 如果你想要打这个目标 你应该好好的厌离 那这个厌离就不是靠感性 而是引导你 开始认清楚 所以我会讲说 最好的觉悟的对象在哪里 就在你的身心 所以我们念火 有没有离开照见五音节空 没有 有没有离开心经的道理 没有 我们只是有的人 这个道理不懂 容易忽略的 其实就是用很实在的心 看到我们的 色 受 想 形式 这个身心的 你看 不安稳 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理论 以至于把很多佛法的药益 一直都变成理论法了 不是 你直接看 看到自己的亲属 看到世间的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身心 终归无常 包括旁边的人 已经无常了 我们开始用比较正确的态度 包括我们学佛 引导你去看清楚 当你看清楚 这个说佛的 这种虚假的时候 其实这叫做 往生之良 所以当你看得清楚 你那个佛号里面 会把你看清楚的 带入到佛号里面 所以它就不再是一个空洞 的佛号 是这个佛号的 佛号里面 佛号 就像我常举的 就是 当我在念母亲 那两个名字的 两个字的时候 代表的是什么 我对母亲的恩德 对不对 如果小孩子念母亲的时候 是念母亲的恩德 母亲的慈悲 还有母亲的力量 可以让我得到安慰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的母亲里面 是不是带着这个意识 所以小孩子 越长大 越懂得感念 乃至以后 自己当父母的人的时候 正更感念自己的父母 因为他体会到 以前是 直接感受 当自己当父母的时候 就更清楚 原来父母是如何辛苦 所以那时候的父母 这两个字 母亲这两个字的意涵 不再是声音 是有好多意义在里头 是不是 各位开始想念的过去 当母亲 我小时候 这么一样 含辛茹苦的 带起来的 那一份要熬多少东西 苦才能过来 好 同样的 所以当我们念火的时候 能用一种觉悟心来知道 娑婆是怎么样 所以 这种念火 所以念火其实 不像我们 现在大家习惯 就是一直这样嘴巴念 其实是 在佛号阴生当中 有念念对世间的觉悟 念念对这个身心 就是 这个身心 刹那无常 我应该好好利用它 所以同时利用它 同时看待这个生命 不断的老病史 老病史不断在印证 世间的不可爱 这看到身心的 越来越老病史的时候 念火的心 虽然气力少了 心血越坚定了 为什么 因为样样都在证明 那份事实 所以念火的心是 不用急 是念念觉 念念的欢喜 念念的知道 这个世间不可爱 所以你在念火 我现在一直要 让你们知道一下 不要急着念 整个阴生当中 那种阿弥陀佛念出来 是一种 很深刻的感悟 有一种 觉悟之后的一种放下 还好我遇得佛法 不再执着 世间果真不可爱 我如果没觉悟 我将继续轮回 还好有幸知道佛法 所以念念归向弥陀 所以这个念火里面 每一念 不用急 不要乱喊乱叫 那个念没几天 面你几下 你就口渴了 而且念到最后很累 所以我们念火 有人念到最后 刚开始出血 都很勇猛 念久了会累了 累了就不知道 没办法 不是 它是 因为我们整个念里面 是带着觉悟 所以你的烦恼 会慢慢脱落 所以这一份心 会越来越清安喜乐 所以你会念出感动 不是身心的一种感受 而也是一种 越来越烦恼脱落 当你开始这样念 你发觉 对世间来自于 因为觉悟而不再去执着 乃至于从于觉悟当中 看到这个是 就是众生是这么颠倒 因为有这样的原因 才受苦 而我现在走的 修行的刚好是往进度走 所以有一种 很乐意 抛下这些苦恼 我现在还要再强调 进度在哪里 这里面这是一个重要信心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学到 就是 其实这是佛法原理 当你能夜看清 说婆的 虚假 而不再爱走的时候 进度其实不用求 进度的阴言就在心中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就像照见无印皆空 不用另外找药 就对一切苦恶了 心进不再染拙 就国土进了 所以只是你发愿 当你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进度的意义在你心中 其实只是一个 从这样的一个染污的世间 因为你越来越看清楚 进度的阴言 不假外求 我要强调的是 你的往生阴言 不假外求 随着你非常亲近的放下 发起菩提心 厌求进度 你的进度根本不在哪里 就在你心中 也就是说 当下即使 所以才会 十万亿佛徒 屈身必须就到 不是要隔很远 当下即使 所以这时候你就很乐意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 我知道 活的加持就在眼前 只要我将我的心 构进 菩提引现中 所以你知道 这个时候 不用念活当中 还不断渴望活 你一定要加持 我常讲 我比较少这样 你们可以求啦 我为什么不这样求 因为我深信 弥陀 这一块我不用求 我处理我好我的事 他就会接应 所以这时候 我知道 只要我好好真正放下 发菩提心 求生进度 我不用一直往眼巴巴的 希望弥陀你哪时候来 不用 因言时节到 心干净的影像 一自然出 一定出 既然如此 我何必 在擦我镜子的时候 还左顾右半 不用 我就专心擦就好了 必然感应 这不是 这不是一个信仰而已 这是道理 众生心构性 菩提 引现从 所以这时候 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佛号 能不能带动起 你内心的清净觉悟 能不能带动起 你广大的慈悲 第一个 从于世间苦 让你生智慧 从于世间苦 让你真慈悲 对不对 因为没有苦 你不知道慈悲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整个念佛的基础 是建立在 对世间身心 世间的觉悟当中 才能厌礼 才能慈悲 才能发菩提心 所以你的菩提心 不再是空洞了 因为你看的苦很实在 你看的苦很实在 因此知道 众生必定要觉悟 才能彻底解决轮回 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觉悟 怎么 再放大 什么叫菩提心 就是无上正等觉 避免太空洞 就是彻底觉悟 不再预知 能自觉觉它 觉醒缅满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念火当中 是不是要带着这一份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念 但我感受到它的火号里面的空洞 所以因此它这一体药可以吃一辈子 但病都没改变 因为空胶囊 胶囊有吃 里面没药 不是 我们要不需多 实实在在的 带着一封很真实的心 念念 转变我们的虚假颠倒心 所以我们讲说 你看 心如工化师 那我就改你的心 所以我的火号 每一个火号都在转动我的心 转动我说婆心为净土心 是不是就这样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个佛号转过去 那还不是生死在听着